如果是我的話 我應該跟陳家銘的選擇蠻像的 可是我那時候沒有太理解為什麼 陳家銘會最後會這樣選擇 然後慢慢的在拍攝過程中 每一場戲自己去感受之後 其實又懂 再加上我覺得有一個東西叫做 俗女效益 就是很多日常生活中發生的事情 尤其是拍完之後慢慢去感受 找到很多跟劇本裡面的功能 自己有點像 這個有些我自己唱的就好了 有些自己是 感受到是自己有在成長 才慢慢讀懂這個劇本想要講的東西 在拍的時候有些可能 不是全部的都那麼理解 然後也不懂為什麼陳家銘會這樣子的選擇 有時候是老師跟我講 因為老師畢竟年紀也大 我看應該有20歲左右 所以他有時候講一些東西 我不一定是全部都給得到的 可是慢慢的 日子再過就會 找到共鳴之後就懂了 你知道嗎 現在是懂的 理解了 理解了 如果是我的話 我應該跟陳家銘的選擇蠻像的 那你曾經有過跟陳家銘一樣 這麼糾結的心境嗎 沒有 這個我覺得變標題了 不要回答這一題 沒有回答啦 這不能回答啦 這是曾經啊 是從那裡 好看 還不行 做什麼 是熟自旅嗎 好看 是 值得 好看 是 測試 我 我 你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